11月6日 多名网友在日本大半偶遇王思聪 他的标志性面孔 大家一定能够认出来 不过他那位先上任的女朋友陈雅婷 大家是否都看到了呢 身穿粉红色上衣的陈雅婷与王思聪 谱为避迹 在人多的地方 他们没有并肩同行 中间还有一位朋友 不过王思聪知名度太高 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拍摄 终于有网友拍到了 他与陈雅婷的约会照 白天的时候 日本大半天气还可以 王思聪跟女朋友都穿着单衣 一个戴帽子 一个戴墨镜 太赌气泥 陈雅婷今年27岁 是一名演员 不用拍戏的时候 他经常到健身房做运动 身材非常苗条 白天 王思聪跟女友到大阪的环球影城玩 晚上就一起逛街买街头小吃 网友直接穿上了红衣的王思聪 在街头排队买张鱼小丸子 当时他身边并不见女友 吃完了小丸子 王思聪开始抓娃娃 头 心为你 不知道是不是送给女友做礼物 入夜之后 王思聪跟陈雅婷都穿上了外套保暖 陈雅婷一身黑色 如果不是露出粉红内衣的帽子圆圈 还真的认不出他来 他们一群朋友拿着大堆战利品 陈雅婷跟女性友人走在后面 王思聪则与男性友人走在前面 看来这次是团队旅游 并非王思聪与陈雅婷的二人世界 陈雅婷与王思聪的恋情在今年8月曝光 女方具有欲解气质 跟王思聪之前的几位女友不太一样 当时很多人以为陈雅婷会很快下线 但现在她已经坚持了三个月 王思聪这次挺认真呀